哥哥今晚要在他好朋友家过夜 给他撑住生日 就他们三个最好好的小伙伴 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同班同学 现在刷阿西连准备要走了 哥哥准备好了吗 没准备好 今天晚上一定注意安全 今天晚上是哥哥的同学 邀请哥哥去参加他的生日会 因为是哥哥的好朋友 邀请哥哥他的一位小朋友 在他家过夜 在法国会叫睡衣晚会 但是只限于闺蜜 还有好朋友哥们之间 才能到家里过夜 需要带什么东西 最主要的东西就是睡衣 包括玩具牙膏刷牙 洗漱用品都需要带 你跟Baptiste说了 今天晚上你们要一起做什么 看书 看电影看动画片玩游戏 玩游戏 第一件事 看书肯定看不见 玩游戏 玩游戏 看电影看动画肯定是要做的 你给他包礼物了吗 我现在就准备 我们准备一个小礼物 今天作为生日礼物 这是什么一个东西 一个惩罚口诀的这么一个小的玩具 为什么送这个 因为现在上学了 就要开始学惩罚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买的小礼物 送给这个Baptiste 8Gbaptiste 你还几岁了 8Gbapt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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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收拾完 月份才播成月份 现在去超市去买一点零食啊 糖是吧 你还要给你的朋友买什么东西 买点饮料吧 买这个啊 你看他们法国超市里啊 这些就是这种薯条类的 就这么一些啊 没有品种很多啊 就这些 他们超市里的可乐 就是 就是可口可乐 或者是白式可乐 然后我们一般给孩子买 都是买 选这种无糖的 你小朋友喝这种无糖的 走吧 妈 我帮你 现在送哥哥 送哥哥去同学家 晚上的这个 睡衣晚会 耶 我们到了吗 到了 哦 到他家了 好 那个晚上别忘了给爸妈打电话 行 好谢谢 谢谢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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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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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是昨晚两点才睡 对 对吧 没关系 我还管我妈和爸弟弟放在房子 是吗 行 开心就好 林总还给我们送我们一个小礼物 学生们过生日清肠 在最后呢 要给自己的好朋友 还要准备一份小礼物 一般通常情况下是糖或者小玩具 看一下 哦 食品杠 口香糖 对